有朋友問你,應該怎麼看職前的部署呢? 其實沒有東西可以做,以刑警上就出了力 派息上也不會真的這樣 因為上節的刑警說是一些公穩值變動、一次性因素 公司的現金流都還是穩定的 所以在業職前部署上你沒有貨,你沒必要突然去買 但如果你有貨的 我們都說過這些公用股,你買著收息就可以了 但就不要想財息兼收 如果你未來要做到財息兼收 起碼你要捱整個經濟周期 你要捱整個衰退 說的是一段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在這裡 所以業職前的部署沒什麼呢? 我覺得其實就 我預料業職後都未必真的會有一個太大的變動在這裡 但當然如果你從圖表角度上去看 如果連65元都穿起來的時候 再試深一點,真的不足夠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關心股價走勢上 出完業職穿65元便離開 不出業職不穿線便繼續拿著